工人们正在生产球轴承 这条生产线每天可以生产三千五百套 轴承是工业制造的核心部件 现代社会一个普通城市家庭里 至少有一百多套轴承 所有的机器 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法面 有冬的地方就必然入到卢层 无论是天上的水里的 还是地面上跑的 都离不开的 工人们生产的是最先进的智能汽车轴承 轴承制造水平 通常被当作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 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准 世界工业强国 无一例外的都是轴承研发制造强国 这里正在锻造直径三米的超大型风机轴承 九五计划之前 这些轴承都需要进口 二十年后的今天 风机所需的五等轴承 中国都能够制造 现在 中国已经成为轴承制造大国 但高端轴承 仍然被世界轴承巨头垄断 十三五规划提出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推行工业强击工程 关键的零部件 必须中国人自己制造 厂区旁边就是正锡高速铁路 中国的高铁列车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 但支撑机车运行的轴承 全部来自国外 这家企业有七百多名研发人员 早在十年前 中国人已经开始尝试高铁轴承的研发 现在我们高铁轴承维修的时候 外国产商一定要到产 他来指导的 服务 这看起来他服务到位 但是他还有一个 拆下了这个旧的 或者废了这个轴承 他要随时 心意不理地要带回去 他就怕有相关的技术 我们给他缓制了 给他研发成功 可以说是严密分手 这是设在落轴的高铁轴承实验室 一辆造价上千万元的高铁列车 轮毂轴承有八套 轴承属于耗损件 每运行一百万公里 就得重新更换一次 这台试验机上正在测试的 是二百五十公里时速的高铁轴承 每天运行二十小时 在这台测试机上 他已经奔跑了一百一十万公里 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 高铁轴承运行 必须满足一百万公里的要求 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套 完整的高铁轴承车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第一套 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高铁轴承 他将在这里完成测试 不远的将来 中国的高铁列车上运转的 将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轴承 工业强机是主上制造强国的 最大的瓶颈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的零部件 元器件 你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就涉及到你的经济的安全 国防的安全 涉及到创新能力的提高 涉及到制造业 工业 它的转型升级 还是需要解决的 但是,我们可以加工业 先去试图 秋天 都要试图 我们可以加工业 在此项目的 在一些质量